观众朋友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多有大陆这部动漫里面 我们的主角唐三除了有前世的记忆之外 最让大家惊喜的就是他拥有双神武魂 不仅拥有了一草武魂 更是拥有最强攻击力的浩天锤武魂 这让他的发展潜力特别大 后来因为泰坦的问题 唐三的身份也正式曝光了出来 浩天锤武魂也是首次展示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我们知道无论是他的父亲唐浩 还是他的老师大师 都是不希望他在浩天锤武魂上面 添加任何红环的 因为这样子会限制他的发展 我们在最新的剧情里面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幕 这是唐三同时把蓝蚓草和浩天锤展示在我们面前 这两个上面都分别出现了红环 让我们感到特别惊讶的是 浩天锤武魂竟然添加了一个紫色的天天红环 如果这是真的话 那么唐三的父亲看到这个颜色肯定会特别的生气 因为唐三的做法完全违背了他当初的想法 如果等到90集之后 再一个浩天锤添加红环的话 那会是非常强大的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车见